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老月的公务员算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吧 对不对 是 根据这个黄顺肯就是我们的第二财长 他就提到了说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呢会特别说要给公务员这么多呢 我想说是这个小老月政府他是难以避免的 其实就是要表示出他是特别照顾这个小老月的公务员 虽然数目上来说可能只有三万多人四万多人 但是这个也是要显示我们沙拉月是不一样的一面 也是一种巩固这个沙拉月人至上的一种思维 当然这个在政治上呢 他也是一种比较暖心的一种举动 所以是暖心的举动 好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好消息 那第二个好消息就是 政府考虑重新启动往返古靖和撒马拉罕的 这个轻快铁工程计划 那关于这一项工程计划呢 其实阿邦州他就表示 尽管他在今年就是9月的时候 他就宣布要推迟轻快铁项目的落实日期 因为就是要着重发展在沙州乡区的一些基本设施嘛 但是呢在过去几个星期 有很多这个地方议会还有民众呢 都希望说政府你是可以重新启动这项计划的 特别是在那些交通比较繁忙的一些地段啦 那对此呢政府就会考虑就讲说 需要在这个古靖和撒马拉罕路线呢 就是重启这个轻快铁的计划了 因为这条道路就是每天都会比较繁忙 而且是比较拥挤 甚至呢在凌晨5点就开始塞车了 那其实呢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这个轻快铁计划 它的那个成效会有多大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轻快铁它有它自己本身的这个轨道 对不对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以后可能这些人 他们就不用塞在车笼当中 但是真的有带来那么大的成效吗 那么我本身是对这个轻快铁计划呢 我还是暂时是保留一种 用一种保留的态度来看 那么当他宣布要重启的时候 我在想Abanjo的他的想法 是不是说他要塑造这个塑造这个烧月 就是一种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有能力走上这个先进的 这个帮属或者州属的这个地位呢 但是我们在当谈到这个轻快铁计划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是很务实的 是不是它是解决这个交通阻塞的 交通繁忙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塞车问题 绝对是不止在这个San Marahan一带 就是古今因为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很多地方都已经是面对塞车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轻快铁计划 我们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几千万令吉 就可以完成的 它可能是洞杂就是数亿令吉 那么在这个数亿令吉的时候 它可能是在需要这个三五年的时间来完成 那么在这个期间三五年的时候 你的交通问题其实是还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回到说这个务实的说法 就是说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 或者其他的策略 可以让这个交通阻塞的问题先解决呢 轻快点的问题是说 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人口的问题 还有成本效益的 就是说你可能真的是启动了之后 但是你又没有这个达克量 那么最后会不会是成为一个政府的负担 当然政府是说你必须要照顾人民的嘛 就是说你在衣食住行上你要照顾 可是这个轻快铁计划最后会不会是一变成是一个大工程 大工程的情况下 可是又不能够完全让这个人民受惠 这个是必须要考虑的 那其实呢就是谈到轻快铁的话 如果这项工程要获得民众的广泛使用 就是这个轻快铁要获得民众广泛使用的话呢 我觉得说在设定路线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就是在于轻快铁 它是不是在你的家附近还是你的公司附近这样子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是不是要自己开车呢 那如果说可能到站之后 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学校这个范围啊 是不是走路可以到的范围呢 如果不是的话 那是不是还要开车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对如果我们知道你去过台湾的话 你就知道它的捷运是很非常方便的 可是去到吉隆坡 他们会跟你讲你搭搭这个轻快铁 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就是可能它到了一个站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交通可以连接它 所以你的交通的问题还在 那么就是回到萨拉玉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考虑是说 你完善这个我们的公共交通联络网 还是更好呢 比如讲你在重新启动这个巴士的服务 就是用政府可能用一种津贴的方式 让这个巴士呢 变成一个很普及的交通工具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就能够让鼓励人民用供车的方式 现在你知道我相信你我身边都已经没有人在搭巴士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可能先解决这个公共交通网的问题 你在考虑以后启动这个轻快铁可能会更适合 好那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希望说 HR越政府如果真的要重新启动这个轻快铁工程计划的话呢 真的要先好好的规划一下 就是各方面吧 我觉得各个层面都需要先考量 就是要考虑周全 不然的话呢 其实见了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人愿意去搭的话 还会就是造成反效果 可能还会带来亏损这样子 是的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非常要感谢丽萍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我们还会继续有新洲主编点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